今年你有没有在新闻上听过 或是在商场活动上见过这个词 以旧换新 这个词今年是太火了 甚至说它罢评一季度都不为过 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 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 可以用密集出台不断加码来概括 其实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已经提到了这个词 那时间来到今年的2月 中央财经委第四次会议再次强调了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 3月第一天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那紧接着呢 政府公共报告又再度明确 今年要鼓励和推动消费品 以旧换新 可能有人会问 以旧换新不是商家搞促销吗 那国家怎么这么重视呢 其实啊 你可以把它看成经济发展中的两件大事 一边牵动的是企业投资 一边影响的是居民消费 那有市场预测啊 这一轮已旧换新 单是汽车家电的更新换代 就将释放出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但已旧换新啊 它也可以是一件事 因为更先进的设备进入生产环节 带来的先进产能比重才会上升 进而生产效率才会得到提高 更多高安全高品质高性价比的耐用消费品 才能进入千家万户提高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而且淘汰下来的旧物在回收拆解物流等多个环节 又能带来相关的产业就业和经济增长 可以说啊 设备更新和产品换代都是晦气利民一举多得 那咱就拿消费品以旧换新里面的一个大类 汽车来说 现在我国在用国三级以下排放标准的乘用车 超过1600万辆 其中车龄15年以上的呀 就超过700万辆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车辆呢 使用年限较长 能耗排放较高 而这些年啊 随着汽车产业的变革式发展 每年全球推出的新车型就达到上百种 特别是国产品牌汽车 在颜值 空间 智能 安全 绿色 各个维度是推陈出新 卷得飞起 消费者直呼真香 全靠拼手速下单 那一句话啊 汽车已旧换新的潜在需求确实很大 对此啊 政策层面就针对性的提出了几个重点 比如说 促进汽车替次消费 更新消费 组织开展全国汽车已旧换新促销活动 依法依规淘汰 符合强制报废标准的老旧汽车 还有就是优化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布局 在目标数据上啊 就要求到2027年 报废汽车回收量较2023年增加约一倍 二手车交易量较2023年增长45% 咱都知道啊 买车换车 说一千到一贯 省钱绝对是重点 最近上海就发布了一条全年有效的置换政策 对符合要求的车辆置换实行一次性补贴 最高可达1万元 合肥呢 则对符合政策的车辆置换最高补助3万2千元 还有多达几十个汽车品牌也都积极参与到已旧换新中 推出旧车敌首付的补贴活动 一季度的最后一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三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数据重回扩张区间达到50.8% 那从各项细分数据来看啊 产业需求加快释放 企业对市场的发展信心增强 随着已旧换新政策相关的财税金融以及其他的保障措施逐步落地见效 相信一定能够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增长 推动消费回暖 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 感谢观看